好的各位好 非常感谢大家又一次关注到了国际漫谈 今天继续跟着吴曼一起出发 聚焦一下国际知识 在今天的投图之上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一个你特别想要聊的话题是吗 抗议 抗议的声音 这是最近啊 在国际知识上大家特别关注 而且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末急剧发酵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难去讨论的话题啊 在生活中有一个段子 说如果你想和一个老朋友或者和亲人 极快的去进行一场争执的话怎么办 极快的想拉黑他 那就跟他讨论对于疫情的一些看法 而且我相信这一个定义啊 不光是取决于在华人的生活之中 特别是在疫情的当下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特别的挑战 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末 昨天我做了一个预告啊 在中国 抗议的活动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以及讨论 甚至一下子登上了国际各大媒体的一个投资 很多的人走上街头 这好像不太像我们想象之中的在中国的日常的一个秩序 甚至很多愤怒的情绪延续到了高效之中 在整个的疫情过程之中 每一个国家走的步骤可能有些不同 那新西兰也许啊在整个抗议的节奏之中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疫情的后时代 今天我们也一起来POSE抽检一下 或者用具体的这个事例来进行到一个比对 看一看现在的中国抗议处在什么样的阶段 而接下来人们真正的诉求 想要满足到的就会是什么呢 好的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 这一个周末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关注着在中国各地而爆发的一些抗议的活动 我先来简单的总结一下 或者我们先来跟着西方媒体的一些头条来看一看 先来看到的是CNN 中国各地爆发抗议活动 抱歉我是用这个Google Translate 所以很多的时候 也许他的一些这个潜词造句并不是那么的通顺 说对于习近平的精灵的政策啊 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再继续的来看 这是BBC的报道啊 同时关注到的也是在各个城市出现的抗议的声音 另外我们看到这是纽约时报 其中是头版头条多个文章 全部针对的都是在中国多地街头抗议的一些声音 好我们继续的来看 这是一些在各个城市的演影 在北京有抗议者举着白纸 表达他们的一个不满啊 同时在这个各地开始了 有人这个地线了这些白色的蜡烛点燃了 被在乌鲁木齐的遇难者 而点燃了蜡烛同时有鲜花的一些仪式 那么在中国 整个的这一波的抗议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简单的来回数一下 基本上是在上周还记得吗 我们说到的是在富士康 也就是在郑州的这个园区之中发生的事 当时也是因为有疫情的爆发啊 那有很多的员工不惜 逐步回家 跋山涉水 想要能够走到自己的温暖家园之中 而之后呢 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公司给出了更加丰厚的一些奖金 承诺招聘到一些新的员工 那很多的员工当时对于西方媒体来进行表述 说富士康没有去或者是说改变了当时他们所承诺的这一个合同 而引发了更多的不满 特别也是加剧了在整个疫情之下的不满情绪 就导致了有爆发冲突的景象 另外在这两周我们还值得关注到的就是石家庄 之前我在节目中也曾经说过啊 石家庄当时呢就宣布了 说不会再对于全市的1100万的居民来进行全民的核酸检测 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发生了多少 有1200多例的新冠病例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YouTube上的朋友啊 您是在哪一个国家在哪个地区 你经受的疫情你可以接受到的这一个数字 将是多高的一个比例 那么应声的周一宣布不再进行全员检测 周二的时候就恢复了部分的免费核酸的检测点 很多的西方媒体给出了一些头题 说石家庄改变的好快 第一阶段的解封宣告到了一个失败 在这两周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情绪 包括一些投资者推高了在中国上市的一些 像做呼吸机的一些生产的企业 医药包括这个检测试剂 制药公司他们的一些股价 而相应来说的是 不是旅游不是娱乐的企业 都是那些 这些企业才是期盼着 希望能够在疫情恢复之中 自己获得利益的最急切的一些声音 在放逸的这个声音一旦宽松之后 之前不是有个段子吗 有人说我终于看到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中国的疫情有逐步解封之势 但是有一个坏消息 就是我仍旧在石家庄 我告诉你这就代表了一个很真实的心理 我们都期待着这个世界有所改变 能够向着更适合我的方式去进行发展 但是如果我是这一个出头鸟 我心中依旧会觉得坠坠坠坠 非常感谢我们的小编 给我们放上来的这些视频的剪辑 代表是在各地的一些剪影吧 我相信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 看到过权当一种集结 那么我们看到 在整个放宽疫情的措施出去之后 硬生而长的是什么 是石家庄的感冒药 销售量出现了猛增 我想说的是 这一种情况 在过去的三年里 不同的国际之上的任何的一个城市 在面对疫情的时候 都会出现的一个必然的情况 我知道有很多人一说到疫情 我知道今天这是一个非常难说的话题 一定有很多人持着非常尖锐 非常不同的声音 在这里吴曼也希望 既然我们勇敢地选择了这个题目 也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心平气和 表达自己的观点 最好是有理有据 而不是一味的生气诋毁 甚至是口出一些不听之言 好 我们看到 在不管是世界上任何的一个国家 我们回溯在过去的这三年 那首先都是在出现到了疫情的时候 大家都是在去购买着所有的药品 生活的所需品 在超市里面 不由儿童的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区 都出现到了疯墙 导致货架空空之势 同时也看到 在很多免费的 会给到你这个核酸的 这个湿剂盒的地方 或者检测的医院之外 人们会排长长的一个长龙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你知道所有的危险在离你越来越近 你希望能够为自己做到最周全的一些准备 是不是 继续的来说 我们继续的来盘 就在这些一幕一幕的视频的剪辑之中 还有一幕也是一个引发点 我们说完了石家庄 说完了富士康 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新疆了 在新疆的西部地区 这个首府乌鲁木齐 有一座公寓 开始发生了致命的火灾 造成了十人死亡 有人受伤 其实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导火索 引发了这一系列情绪的爆发 甚至是变成了更多的一些升级 大家看到 这也是在很多的大学之中 大家的集结来表态 在这里吴曼想表达一下 对于我们的同胞 即使未曾谋面 但是我们身上留着同样的血液 是不是应该表达我们的哀思之意呢 在这个世界之上 即使是在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国家 一些未曾谋面的人 那些在战争之中失去生命的人 我们依旧心里 也会有很多的悲悯之心 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些背后 我们首先说到 确实是在很多管控的问题之上 做的也许不是那么的理想 消防通道怎么可能被堵上 怎么可能去延迟了 对于火灾这样事情的反应 包括很多封锁的措施 是不是 我说这个封锁措施 我想打一个引号 因为在很多网络的图片之上 一真一假 我们看到 有的在门的外面 给他安上了锁 有的是在小区的外面 这个门上 给他架起了一些铁杆 导致消防工作人员 他们的工作 从到达救助受害者 完全的被严重的耽搁 事情在事后的发酵 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悲痛 这也是引发了在多地不约而同的 有一些哀思的活动 而进一步引发的 发酵升级了 是 其实我想说 在整个疫情之下 有一个很大的 不光是中国 我尽量的用我的中立的这个角度 因为我想 在我们自己在海外生活的这个过程中 在我们对于新闻不断的关注解读之中 我们仿佛在不断的见证着 疫情发展的一个轨迹 不管这个地方 它叫中国 它叫美国 它叫新西兰 它叫澳大利亚 它叫加拿大 它是英国 它是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 甚至它是俄罗斯 它是朝鲜等等 我们认为它都是有一个 轨迹可循的 大家铁心无脉来分析啊 首先我认为 包括在整个的这个发展过程之中 大家都是在没有出现疫苗的时候 严格的去进行着更多的封锁 然后呢 更多的来进行着 努力的和这个疫情之间 去阻断之间的一些联系 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或者城市 他们进一步的在有了疫苗 有了可选的时候 压大打疫苗的一些力度 像在我们的本地新西兰 当时也是给了很多的这个购物卡呀 小小的奖励机制啊 鼓励大家 政府花了很多的钱 甚至被反对党极大的进行到诟病啊 说的就是 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来坐在这些宣传的力道之上 是不是也给你自己在网上贴金 不约而同 我们知道要广而告之 去消除大家对一种未知事物的恐惧 宣传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我不去表述 到底这一个比例 或者是投入的这个数字 多高才算是一个合理啊 我们继续的来讲 再来看各地发生的这一些事情 那我们看刚刚说到了在一开始一定是一个恐慌 好 那么随着和疫情不断的相处 每一个国家他的一些选择就会出现到一些变化了 但是整体来说都会是慢慢的放开 能够学会和疫情病毒的一个共存 慢慢的恢复到生活的一个正轨 你看啊 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全世界大部分的城市 我们都希望着能够和疫情去进行共存 但是我们的生活远远的还没有回到绝对的一个正轨 经济的影响绝对就是触目可提 甚至是触目惊心的 那么在整个演变的过程之中 它又会有几个很奇妙的一个阶段 首先我在人民的情绪之上来进行分析 大家也对照一下 看看您是不是符合着您身边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流程 首先我们会对于病毒有很多的未知的恐惧 我们其实自己也不太愿意让自己以身试险啊 走到人权之中去更多的接触 但是长久的时间过去了 你会发现你失去了更多的一些耐心 对不对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服管的 为什么因为对于未知是有恐惧的 但是随着你发现当你要在健康和生活的有序 或者是说金钱的这个收入的保证 生活的正常态的这个之中 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你开始会想 好也许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恐怖 没有那么的严重 我们可以去试着让它更多的开放 我们应该学着更多的包容 有人会说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最应该去听到的 这是每一个民主国家都在追求的东西 但是我很想说你的诉求和我的诉求 可能它并不仅相同 该如何去满足每一个个体的想法呢 这是一个根骨就没有解的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继续来说 在随着对于疫情更多的放开的这个策略之中 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是显得非常的小心翼翼 一会我们继续的给大家来讲啊 我们来举很多的这个例子 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之中 你会发现人们的态度出现了极大的一些变化 当我们刚刚开始进入到lockdown的时候 也就是封城的时候 我以新西兰做举例 很多人觉得不满 这样子怎么能行 这会将会进行到一些停摆 把所有经济出现的问题 一股脑的去责怪到了 这个政府的身上吧 再继续的下来 大家会产生更多的一些想法 把自己的对于疫苗的怨怼 对于政府管控的一些怨怼 极大的进行到抒发 而随着政府也许在某一个爆破点 或者不能承受之后 变成了逐渐的默许的开放 或者躺平 逐步的去进行宣布这样的一个重大决策之后 人们的情绪开始变得人人自危 为什么 当我们享受到了回到社会之中的这个欢乐之后 你会发现 原来我真的有可能会感染 那么随后在各地 大部分出现的都是医疗资源的紧张 拉起了红灯 多个城市 多个国家 在过去的阶段之中 但凡进入到了和疫情并存 都会接受到一个高峰点 这个高峰点是什么 就是医疗系统受到的绝对大的一个挑战 如果有很好的医疗资源 我们暂时不必要 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医疗资源 它都是有比例的 并不会为了这种极端的暴增的情况 而能够完全的进行到适配 没有医疗国家可以做到 在那个时候 你又会进到更多的原生载道 大家就会抱怨了 好 接下来这些医疗系统 是没有办法做得好的 我们又会不断的抨击着政府的医疗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每一届在经历了疫情的政府 往往都得不到更好的民意的一些支持 是吗 2022年是一个大选年啊 我们说在整个国际之上 确实有很多政权或者是政治方面交棒的一些更替 也许你会讲 是在今年出现了很多极其特的方式 比方说在欧洲出现了更多极右翼的人士 极右翼的一些这个元首的出现 在不同的地区 政权的一些颠覆 甚至有一些超乎你的想象 很多之前口碑蛮好的 比方说之前这个英国的金毛世王约翰逊啊 人家是以高票当选的 可是也在整个疫情之后 这个经济的大停摆 甚至超过了十的通货膨胀的大压力之下 被逼宫下台 甚至接连的换首相 对不对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变的一个规律 但是在这中间有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事情 是发生在中国 为什么在中国有一些特别 第一个是大部分的国家 已经在逐步的大的浪潮之中 坚定的走向了和疫情的并存 但是中国苦苦的坚持 一直以来的坚持 就是西方最想要捏在手里 并且是为之观察 一直在等待着去看笑话的之前 那么另外的一个角度 更加是因为 它是在中国 中国人很多 中国如果想要去和疫情并存的过程的话 你要在整个峰值的这个数值之中 迎接一个难以超乎 或者是超乎你想象的一个高点 这是我们一定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说完了一个大概的 整个的一个这个立场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各地发生的事情 请继续的来一个盘点 如果说吴曼刚刚说到的 这个不管是在石家庄 最初的这个不成功的尝试 还是在新疆的这个致命的火灾 以及在富士康引爆的这一系列 对于疫情的讨论 那么接下来 就是在刚刚过去的 这一个周末接连上演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上海 首先在上海 有明显的一些反抗的行动 很多的这个上海民众 上海有多少人 有2500万的居民 他们经历了两个月的 这个这个封城之后 或者封锁之后啊 现在已经对于疫情的耐心 真的很少了 所以我们看到 包括在这个 依旧是跟新疆的这个事件有关啊 以乌鲁木齐市来命名的 乌鲁木齐路 举行的这个烛光守夜活动 慢慢的变成了 人们拿着空白的白纸 来呼吁着所谓的人权以及自由 接着在北京啊 在北京的这个亮马河 有人就会说了 这个大家甚至站到了凌晨的五点半钟 持续的活动不断的倡议 不断的在进行着坚持 然后在很多的视频之中 我们看到后续有增援部队去 驱散着一些人群 可是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会演变成一种冲突的升级 沿着城市的三环路 进行着一些游行 在现场 甚至还有CNN的记者 来采访了当时的一些示威者啊 来记录下当时大家的一些想法 OK 没问题 地方媒体每次都是非常的敏锐 早就已经在为这一刻等待了很久 对不对 现在最佳令大家想去关注的是什么 其实是在大学校园之中的一些引发啊 那么在中国的很多的大学之中啊 其实也是有一些呼喊的声音吧 我可以这样子讲吗 那包括在周日的时候 在这个北京大学 包括在一些墙上 有这个抗议标语 对不对 有很多的学生也对于当地的一些 或者在现场的这个外国的媒体 像CNN来进行到一些表达 你会看到在现场的一些保安人员 用他们的夹课遮挡起 很多的这个抗议的一些标志 当时在这些抗议的标语之中 大家一起唱歌一起 去进行到一个呼喊 这件事情在不断不断的发酵 不光只有北大还有清华 对不对 清华的学生当时举起的是 这个弗里德曼方程式 你看上去非常的玄妙 你一眼之间可能也不明白 这到底是有什么用意呢 其实啊 弗里德曼这一个词是一种游戏吧 可以这样子讲嘛 听起来类似于的一个解答 就像是一个自由人 所以也在很多的这个隐喻之中 被解读为叫一个自由的人 这个弗里德曼是一位 俄罗斯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啊 所以我们看到 包括在他的一些相对链的 这个工作的方面 当时也是引入到了 什么宇宙膨胀可能性啊 非常非常的一些文明 甚至我们看到啊 包括在这个香港之前 那些抗议领袖 这个罗冠聪 当时也在自己的一些社交媒体上 进行到了一些分享 而且不光啊 只是在大学之中 你看这是在南京 在中国的传媒大学 然后呢 我们看到啊 这个还有很多在境外的活动 当时有几百人 他们在哪里 在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外 来进行到一些抗议啊 我们说一说 现在看到的 在跟这个疫情有关的一些意义 似乎是到达了一个临界点 这个临界点 我们去追溯一下啊 到底是中国独有的一个情况 还是符合着发展的逻辑的 我是希望从逻辑的这个角度 跟大家来进行到一个分享的 我的主要的想法是 我认为 这只是一个在阶段之中 我们处在当下会感受到的 心理变化的 必经的一个历程 当然有高有低 每一个人的心态会有不同 可是我们应该理解 说这样的情况 可能在很多的地方 都曾经去进行发生过 我举一些例子 比方说 当然我要非常客观的说一句 在中国所谓的抗议游行 姿势体大啊 因为这是整个国际上的 大家评置的一个不同 但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说 如果我们说 在整个全球化的发展之中 我们假定中国也希望 有一些的努力 或者随着一个发展的眼光的话 那么这些诉求 真的都会得到一味的强压吗 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我们需要看到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而不要先去做一定的这个结论啊 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说 这种愤怒的情绪 其实已经在多地 全部都去上演过了 在信息来 我们的抗议者 抗议疫苗 抗议封锁 封锁了我们的国会 我们在惠林顿的这个国会啊 23天 对不对 当时有人说 这就是借鉴了在加拿大的 这个抗议游行的一些活动 对不对 当时也是大卡特 铺上了一些必经之路 持续了好几周的样子 而且并不只是我们这一些国家 还有很多的欧洲国家 其实也一样 都在经历着游行 愤怒 爆发的情绪 等等等等 我们来说 疫情是不是真的到达一个临界点呢 从中国的20条出现的时候 有很多人说 真的这个时间我们觉得近了 从虚方的很多的预测之中 很多人会说 是的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随着中国的外交在不断的开放 仿佛疫情会出现到更大的松动以及变化 它会是一口气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吗 我想可能您也并不是会认同的 包括每一些抗议成功的 或者是我们可借鉴的比较好的这个例子来说 循序有序的去进行到开放的过程 是值得去借鉴的内容 但是如何来界定它的有序 如何来界定它是不是一个缓慢的是对的一个步调呢 就连抗议的先锋 新加坡之前也保受着更多的质疑 对不对 有人嘲笑 说新加坡你就是佛系的来进行到管理 可是事实到最后 证明的只有事情的一个结果 坦白来说给大家看这一篇消息 其实这个也是在 这个差不多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出现的 说包括中国在继续的放松着抗疫的措施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之前的一篇报道 但是它的观点是什么呢 说即使多地有新增的病例出现了创纪录的增长 如果我们是在通过这一篇文章的题目来进行到分析 那么好 西方的态度是什么呢 中国即使病例激增 但是依旧任性的去放松着抗疫 是怎样 还是主要的关注点是在于疫情的放松和一个改革呢 在华尔街日报啊 其实之前还有一个所谓的内部文章 说的就是给中国来下一个定义啊 说中国会逐步的考虑退出着动态清零的状态了 同时还设了很多的一个期限 甚至把这个期限啊定在了三月份 我们看刚刚就说到了 为了自由而去欢呼 人们的一些这个在整个的这个诉求之中啊 无非他们呐喊的口语 呐喊的这个主旨 其实是蛮相似的 比方说啊 首先我要自由 我对于疫苗的一些抗疫 我不想要居家 我们要恢复经济的正常发展 甚至进阶到我对于这个政府的不满 我希望现在在任的人能够继续的进行到一个下台 我只是总结在过去的西方发生的一系列的一个变化 以及其他的这个疫情发展之中 每一个进程之中的变化 像加拿大抗疫 对不对 这是当时已经进入到了第三周 特鲁多甚至是启动了紧急状态令啊 包括你看到这个所谓的加拿大的这个紧急状态法 这是一个有历史性的时刻 为什么 因为从1988年以后啊 这个法案代替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战时措施法之后 这是第一次被启动 好 我想问一下 那么这个问题在整个的加拿大 是不是是不是也是比较严峻的一个情况呢 我现在没有办法回到我原来的这一个画面 我们继续的来看啊 包括当时加拿大的这一场这个车队的这个游行 所谓的自由车队的这个大游行 当时在国际之上是引发了一系列的影响 因为我们要看到很多的西方国家 他们是几乎扎堆的同步的宣布着和疫情的一个并存啊 包括美国的部分的政客富豪主持人 纷纷的表态支持 为自由而呐喊 对不对 甚至有很多人捐款支持着这一出啊 这个抗疫来表达诉求的方式的一个进行 之后在法国 在我们的新西兰全部出现了效仿的车队的游行 我们自己就被堵在过高速之上 有人会说 在现在整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和朋友之间的这个聊天之中 你会听到有很多人有不一样的声音 甚至啊 不同的这个群体的聊天里面都会发现 大家那是争得面红耳赤 有的人好 拉黑 决裂 大家再次不见 然后把这个群直接都关闭了 或者是在电话里面吵得不可开交 这么多年的友谊也不顾了啊 有人就会说了 说当政治高于生命的时候 这件事情在这个地方就必须要去进行到关 这个反抗 我非常的认同 但是我想说政治高于生命这样的一个说法 并不是在这一个时刻在中国被创造出来的 在美国整个的疫情之中 无数次的就被呐喊着说政治高于生命 新冠的疫情啊 在美国爆发的时候 正值2020年的这个大选年 当时啊 美国的联邦政府就担心这个疫情影响政治 影响经济拖累选情 所以当时啊 也是对于美国的一些应变能力呀 抗议的一些问题呀 埋下了很多的一些伏笔 你看一看 在美国的国会众议院 当时专门为新冠病毒啊 有一个特别的危机小组 他在2021年的时候发布了一篇报告就写 说前任的联邦政府 对于科学家工作的政治干预是前所未有的 福奇 就是前一段时间退休了的福奇 最后的一句呐喊是什么 请大家赶紧接种疫苗 他当时就表示 新冠疫情在美国的政治化 令人感受到遗憾 吴曼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 现在大家所在不断 用到的词语去评价的一个状态 是真真正正的在其他的地方也发生过的 OK 每一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的一些特性 以及他的一些不同性 可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些发生的 只是你自己不在这个土地之上 你没有这样的感同身受 人啊都是看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你会特别大的被触动 包括当时说啊 这个政策有很多人的诉求说什么 说现在中国的这个政策啊 就是自相矛盾的 上行下效的问题 吴曼非常认同 上行下效的问题 确实 但是在很多的国家 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人这个驳斥的观点啊 那大家做的都不对 这件事情就是对的了吗 我只想说的是 疫情在对于全人类来说 在对于所有的元首来说 在对于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 所以我们必须有更多的耐心 或者我们要有更多的体谅 这个体谅不是说 我们要完全隐忍 完全的随波逐流 我认为有观点 这是我为什么要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啊 有观点 能够大家一起去进行到争辩讨论 这是一件让人觉得再开心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方式和方法 单纯的抱怨没有用 你要能够解决问题 你要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 或者起码你要能够说得出来 到底你觉得什么样是你所期待和对 对吗 有的人觉得生命诚可贵 对不对 但是经营价更高啊 所以我就必须要保证 我自己的这个生活工作 能够正常的有序 不然人还活着钱没了 这是世间最大的痛苦 但是也有人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 他就会觉得一切都不重要 什么都不如家人的平安 更加的重要一些 不同的地区 再加着再加杂着大城市和极其落后的一些农村 他们的信息普及 包括大家的一些接纳程度 我告诉你那是天差地别的啊 所以要在一个大家庭之中去进行管理 我认为我们应该去体谅到更多的一些初衷 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会不认同 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摆出道理和支持 当然我也很开心看到很多人很理性的一些探讨啊 包括之前你看美国各个州可能都在制定自己的一些防疫措施 上行下效有人就会说你看美国这个制度到最后 就是没有办法管理嘛 这个州有这个州的想法 那个州有这个州的想法 甚至美国的政策制定下来到真正执行的时候 不断的被民众干嘛提起了诉讼 打起了官司 这些都是之前我们曾经看到的一些内容 我们的新西兰呢 这是在新西兰当时啊 这个反政府的抗议者在高速录制上行走 大家也是乌乌泱泱包围着国会 在8月26号的时候 彭博8月份全球抗议的排名 新西兰从原来的优等升一下子跌到了29位 下跌了多少 26位 没错 之前我们是前五名啊 相当的厉害了 但是在新西兰 我们也是一路的自己进行到亲历经历 我们知道它整个的一个过程 在中间从这个封锁 从lockdown一直在慢慢 我们一直都是在做这个一线的这个疫情的节目 一直在关注 那么好 从整个lockdown到逐步的转变 逐步的开放 这个过程之中 是大家的情绪最容易拖动的时刻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个时刻之中 做决定的时候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诉求 在这个状态之中最容易发生的就是一个碰撞了 但是现在在整个国际之中 我看到了很多的文献 那不约而同的大家认为比较好的方式 第一个是在没有疫苗的时候 严防紧守 有疫苗的时候 加大接种 那么在另外的角度 当疫苗比较普及之后 逐步缓慢 有序的走向接下来 但是就是这个缓慢 逐步 有序 做的精巧 六个字 但是做起来可能是非常的难 中国的疫苗接种率可以吗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我特别的找了一下 我来看一下图好了 这些图我来截取的 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你看 在随着疫情的解封 不管是在伦敦 在德国 在荷兰 等等 在欧洲的多个城市 其实都会有更多抗议的一些声音 而奥地利当时因为疫情 再一次出现了 又一次这个lockdown的期间 那其实包括欧洲 这种反复是出现在 很多进步的历程之中的 一个正通的阶段 我们看到啊 刚刚说到了华尔街日报 一些内部的消息 说中国在考虑 逐步的退出了一个动态清零 而越是看到了希望就在眼前 人们的耐心啊 往往还正是考验的一个时刻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在中国超过80岁的一些长者 他们的一些接种率怎么样呢 我们看 其实超过80岁的人 差不多 只有差不多一半的人 接种了初级的疫苗啊 而加强针 正是少得可怜 20% 但是整体来说呢 在中国的这个 这个疫情的一些增长 你说有多少 5000多例的一个死亡啊 那你对比着整个 这个国际之上的数字 我们都不用去进行到比较了 所以很多的西方国家 之前一直在说 哎 其实这个死亡率在中国的这个比例 已经是很少的很少 但是这个前提是中国一直在坚持 甚至是西方认为的固执地走在清零的一个路上 我很想问大家 那一些觉得对于现在的状况并不满意的人 其实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会觉得你更向往着哪一个国家的 他的处理的方式呢 又或者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更好的一些高见呢 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些积极的信号 很多的人现在越来越会用事实和依据 比方说和物业的一些沟通 和政府方面的一些沟通 来争取到自己一些有限的权利 不是很多地方 大家都通过自己的沟通努力 也打开了一些紧闭的大门嘛 也许你会觉得 你看这就是要逼着我们来用呐喊的声音来去做 是 其实如果真的能够在这个过程之中 达成一种新的磨合和现实和沟通的形式的话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吧 我们说 在国际之上 新加坡仿佛是做得很好的 但是在新加坡 其实之前也面临着很多的一些质疑 包括我刚刚说到的 所谓的一些博系的处理方式 对不对 说不用挤到医院去 只要通过加一给一个电话就行了 而且我想说 中国到底能不能够更多的去借钱新加坡 其实也很难 首先新加坡它是有一个特点的 新加坡它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它自己本身的对于这个劳工的一些态度 你看啊 中国其实是为了保住劳动密集型的外贸出口 加工制造 配套的本地服务 它特别要走一种特殊的路线 但是新加坡其实不一样 新加坡差不多是一个人口只有500万左右的城邦 可以这样子讲吗 它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第一个是语言的壁垒非常明显 第二个就是依赖于外来的劳工 所以当时新加坡能够做到比较好的一个疫情的防控的时候是什么 那就是熔断的机制 对不对 那好 我阻隔了从外界来的一些风险 达到了更好的一个平衡之势 所以我们看到 这从地起根之上可能就会有不同 而且在疫情发展的接下来 我也很想说 那我们可能会面对的在中国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首先随着这一波我们大胆的去进行预判 对于疫情的管控应该会逐步的走向 从这些这个友善的或者不友善的沟通之中 我相信会逐步的转开 更为开放的一个态势 我们暂且下这样的一个定论好不好 好 那么在这个沟通之后要面对的挑战 就是一个反复性 很有可能在经历了这一次的这个放松之后 然后会出现数字的一个激增 数字的激增民意的想法又会改变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整个的国家的方式的管理 又会出现不同的调控 这里面还有上行下效的问题 上面的20条到底底下的一些执行和管控和落实怎么样 这就代表着为什么在很多不同的地区 杭州的人就觉得还不错 北京的人上海的人他就会觉得好像并不好 是不是这是有这个差别的啊 另外的一个角度 再接下来要迎接的其实就是医疗系统的一个挑战 中国人特别喜欢去看医生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很麻烦 而且没有加医的这一个系统 所以在接下来医疗系统要面对的这个挑战是非常巨大 不要说大家关注我朋友的关注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上两周我一直在家里面隔离 不是我确诊了是我的小孩确诊了 即使到今天我们已经认为了疫情是一个大号的感冒了 但是当我的小孩得的时候我依旧还是会比较担心的 这是一个妈妈的肺腑之言啊 虽然也许很幸运 我们没有经历我们如大部分的人一样 他们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 但对我们来说这依旧是一个关注的问题 好了我们必须要进一段广告 然后呢我们很快回来 跟我们在YouTube上的朋友来说一下 现在是我们的广告期间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其实是吴曼前一天的时候来进行到一个预录的 因为在今天吴曼则可能正在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啊 但是没关系 掏出了这一个话题 我认为到明天它的热度依旧是很高 这也是大家很关注的话题 我会同步的在YouTube的频道之上 跟大家通过文字的形式来进行到一个交流 我觉得也换一个特别的一个形式来做今天的这一期节目 好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广告回来 继续的来开始我们的第二个话题 刚刚我们曾经就说到了跟疫情有关的话题 现在我们来转向一下啊 刚刚就说到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疫情的大背景之下 说实话对于中国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 我真的是要这么讲啊 在整个疫情之下我们看到 西方一定会在接下来的时刻 更多的关注着中国在舆论之上 现在的一个非常容易被攻击的一个点 同时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一些压力 特别是在印太的这一个区域 也是不断在进行着更多的一个加码 我们来看一看加拿大 这两天的一个热点 也是加拿大推出的新的印太战略 聚焦的是什么 他们定义叫做有破坏性的中国 这是一份长达26页的加拿大印太战略 他大概呢也是概述了 涉及到26亿加元啊 这样的一个预算 差不多19亿美金吧啊 其中就包括了 加拿大要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网络的一些安全 收紧外国投资规则 以及要保护一些知识产权 和防止中国国有企业 抢购加拿大的关键矿产供应等等 那么这一个战略也是明确的指出啊 说中国是一个有破坏性的全球的大国 并且也将全球的秩序 塑造成一个越来越偏离 西方的利益 以及价值观的一个环境了 中加之间 我们曾经做过很多的总结 从孟晚舟的一些事件 再到两国的这个紧张态势的一些升级 以及加拿大出于国家安全的一些原因 将三名从中国公司撤出 对于加拿大的这个关键的矿产的 这个投资等等 那么加拿大的新印太战略就强调了 在加拿大的方面啊 将会审查和更新立法 让它能够在国有企业和其他的外国实体的投资 威胁到加拿大国家安全 包括关键的矿产供应链的时候 采取果断的一个行动 这个战略还表示啊 加拿大将会强化在整个印太地区的海军的存在 增加军事参与和情报的能力 从此也作为减轻胁迫行为 和对于地区安全威胁的一种手段 好 那我们继续的来说 加拿大还会在整个印太的战略之中 去加强着国防网络的一些安全 那其中在这之中占了17亿美元的一个支出啊 那我们看到 包括现在加拿大在整个的这个国际的交锋之后 我们说会以一种更犀利的形式来对待 和中国方面的一些相处 在整个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之上 四位内阁的部长也是轮流的详尽的介绍了这个计划 并且也说 这个战略对于加拿大的国家安全 气候经济目标 那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 这份文件也在强调 说和中国建立关系方面的一些困境 中国为加拿大出口商提供了重要的一些机会 但是 中国也希望在整个国际秩序之中 能够塑造一个允许越来越多的偏离了 价值观利益的大的一些环境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加拿大其实也是属于G7国家 对不对 现在呢 包括这一个集团 也在努力的应对着 包括朝鲜的这个导弹发射啊等等 那现在在加拿大方面 也在和美国欧盟在整个的印太地区继续的进行接触 甚至加拿大还需要和存在根本分歧的国家来进行到对话 无独有偶 我们看其实在这一份战略出现之前啊 就已经有所预见 在整个的加拿大的外长在11月10号的时候就表示 加拿大人在跟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地缘的风险 他表示1970年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不一样了 并且加拿大也希望深化 他当时就透露了啊 在印太地区整个关系的一个计划 来有完整的 有资金的去支持印太战略的一个启动了 其实说到印太战略 我还不得不提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 就是日本 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就来说一说 日本在整个印太之中将会扮演的角色 好的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的来说一说日本 日本在整个印太的责任影响力 现在其实也是会受到很大的关注 你会说为什么呢 日本为什么特别被看中呢 因为日本在明年度5月份的时候啊 将会在广岛来举办这个七国集团的高峰会议的 那我们看到日本在整个国际之间 他扮演的一些角色 特别是未来 他在印太扮演的这个角色 是受到了很多这个 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些关注的吧 那岸天文雄啊 其实在这其中是一个变量啊 他蛮难去被揣测的吧 第一个 他必须要展现和中国的一些明确的愿景 那同时也要增强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对话 在这个之前我们看到 日本在国防外交上的国际活动 从明年的5月份之前将会变得更加的密集 你看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这个司令 10月份会去到日本韩国 对不对 然后包括还会和这个日韩的高官自卫队等等 进行到一些会谈 那么日本的这个防卫项10月的时候 也有去到了印太的这个司令部参观了 美国澳大利亚三国的防长的一些会议 没错吧 所以日本在国际之间所扮演的一些角色 特别是未来在印太所扮演的一些角色 太有看头了 随着整个俄乌战争的一些爆发啊 亚洲国家其实态度是可以一分为二的 大致我们来进行一个分配 日韩 新加坡对于俄罗斯是表示谴责的阵营 我们在其中再加上了中国台湾地区好不好 那包括不谴责俄罗斯的一些阵营 所以日本他的态度很重要 他要担当一个协调的角色 而日本对于中国能发挥的一些作用呢 欧美其实期待是更加高的 相比之下我们说 英国集团对于中国的一些态度 非常的明确啊 因为在区域之内的国家 大家都觉得 哎中国确实是崛起的太快了 多少有一些对抗的一些需求 而日本应该比较好 在中间进行到协调 问题就是在对抗中国的时候 要明确的一些想法 在最早的时候啊 安倍晋三当时是抛出了一些明确的愿景 他就说哎 要强调这个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也产生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对不对啊 那其实在整个亚洲国家 好像是有明确的目标 可以去进行遵循的 看上去也比较容易 但是随着安倍的国葬啊 安倍的去世之后 岸田文雄在国葬之上 岸田文雄其实也是利用了这个体积的 展开了所谓的吊焰外交 对不对 和哈里斯进行到会谈 两个人共同谴责中国在台海的一些挑衅的行为 同时也是又一次的提到了 在印太和平的一些重要性 对不对 我想说啊 现在是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有的时候 他的态度是很难进行揣折的 这个和安倍晋三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安倍晋三就更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对于这个日本的发展 视为自己这个家庭发展的一个己任 而我之前就评价过 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更像是一个什么 职业经历 他带着更冷酷 更冷静的角度 去审夺这其中的一些利益 当时安倍所提出的一些印太战略 其实是从日本的立场 去影响美国一个蛮好的例子啊 我们说其实在美国力量 没有办法完全去兼备的地方 日本有自己的一些主张 比方说当时日本提供给菲律宾一些海巡船 对不对 排水量差不多两千多吨 这是菲律宾排水量最大的一些船舰 日本在今年有很多大动作啊 这个大动作就是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包括防卫大纲 中期防卫力的这个整备力量等等 在这个其中是就可以来 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啊 未来由国家来主导的 可以决定对哪一个国家提供武器哦 那你看岸田文雄就是一乡菲律宾 来提供海巡舰的方式 让南中国海的抗中的力量 往日本有利的方向 在进一步的发展 对不对 岸田文雄他的性格 比起安倍晋三非常的内敛 你要判断他是走对中路线 还是这种和中国比较缓和的路线 是很不容易的啊 从他个人的外交人事布局来说 你看他包括第二次的组合 依旧还是让这个林芳正 这叫亲中派对不对啊 留任大臣也是 是不是能够继续的保持 和中国对话避免通服呢 很有意思 印太地区有AUKUS 有四方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以美国为中心的 小型的多边组织 未来的方向其实非常的明显 对不对 所以印太的战略 基本上是已经定调了的 问题就是 这个岸田文雄 到底要该如何来进行到一个执行 这也是为什么啊 在整个的国家安保战略之中 大家非常关注到 日本到底要怎样拿捏这个用词 对于中国来进行表述 到底是威胁呢 还是什么呢 因为一旦上升到了威胁 那其实就是蛮敌对的一个情绪了啊 这也是我们一起在关注到的一些事情 好 这个安保领域啊 其实威胁大多都是用于一些很敌对的国家 美国10月份的时候公布什么国家战略 安全战略 对不对 当时列为什么朝鲜 俄罗斯是威胁 对于中国的表述是什么 叫做唯一的对手日益严峻的挑战等等啊 如果说成了威胁 日本方面很有可能会标志中国非常的不满 对于整个安保环境来说 会对于安全文群更加的有利吗 这是一份 好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张的一个形式 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了 我们看到的一些尽心的消息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说出您的观点 还是那句话 我们欢迎完全不同的立场 请大家更加的礼貌 有序的沟通 就是非常好的 永远有思考 有辩驳 有争议 是最好的一个事情的发展 因为这代表着我们的脑子太动 对不对啊 这比一个随波逐流的统一的想法的世界 真的是好 是很好 但是注意方式方法 注意还是要有理有据 更加的能够让别人去进行到对付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上 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能不能有一些转变你的想法 好不好 OK 非常感谢在节目之中大力支持我们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给我们的视频点赞 记得一定要多多的转发我们的节目 订阅我们的频道啊 这里是国际漫谈 感谢到对于节目大力支持的老板电器 老板电器这也是全球高端厨店的领导者 感谢他的支持 也感谢格力空调对于我们的一路陪伴 希望让您的家变得更加温馨 还有呢 要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普惠一品 普惠一品的四家门店啊 欢迎大家可以去多多的支持 现在他们也会有这个很 这个 无金刺身 甚至是有保养地的一个开步 再继续下来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推荐到的是 马瑞尤羊毛山 它的新店也是开在了 New Market Rialto店员的一楼 最后跟大家推荐的依旧是 Cafe Ganshin 非常健康的一款饮品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保重身体 这就是今天的国际漫谈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以及陪伴 点赞转发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